車上穿著深色T-shirt的父子 兩雙雙拿著手機 眼睛直視螢幕 而雖然一旁車長 是不斷和他們溝通要換位子 但他們還是自顧自的在滑手機 原來這個月17號 有民眾買了對號的位子 要到台南 但到了車廂才發現 上面怎麼有人在坐著 而且請列車長來幫忙協調 並比對才發現 這個爸爸的位置 應該要在三車 但他們卻出現在一車車廂 且就會爸爸反過來 責怪是售票員的問題 完全沒有要換位子 就我看一下你的售票記錄一下 不用 我不用看就看 不用看是不是 這樣 是你們售票員的 對不是我 好 我們可以聽到這位爸爸 是理直氣壯的認為 自己是有害 買票人員說好 需要坐在兒子的旁邊 但是兩人現在卻 站在別人的位子上 也是讓不少網友踏伐 態度是真的很差